大家好,我是Kate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KRIP社同网站怎么操作 我们需要看些什么内容 首先打开网页 输入撒灰通合四个韩语字 这时有关撒灰通合的内容都会自动跳出来的 第二和第三个撒灰通合增播盲和撒灰通合Program 都可以直接连接网站 我们点击进去 我点击了撒灰通合增播盲信息网 直接看到第一栏 这个sucinate.go.kr 就是这个社同网的官网了 我们就直接点进去 我平时进去后第一个动作就是登录login 因为里边很多内容只有会员登录以后才能显示出来的 如果朋友们你还没有会员加入的话 请先会员加入 就是红色地方标出来的会员加入后需要再次login 登录一下 点击会员加入以后会跳出来一些条款 这些条款是用韩国语和英语解释说明的 在这些条款的最右边下方 这里我红色的圈圈圈出来的地方写着同意哈密达 无论你同不同意都要选择 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后加入 这些条款主要就是说 我们加入会员时候的个人的信息 他们会使用 让我们同意 如果你对这方面想多了解一下 可以使用翻译软件自己查看 把页面拉到最下面 我们看到了会员概念和join 我们点击它 进入下一个界面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的 因为里边有中国语 第一栏有各种语言可以选择 英语、中国语、越南语等等其他语言 我们直接选择中国语 我们根据表格上的要求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 红色打新的地方是必填项 用户名、名字怎么写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和护照上的名字统一起来 这样自己也不会搞错 信息填完以后 记得左下方这个方块这边打勾 邮政编码不清楚的朋友 可以在韩国的网站上输入你所在的地址 然后它们上面会有邮政编码的 你把那个编码输入进去 编码是五位数字的 也可以尝试在这个网站上输入地址后 自动选择邮政编码 手机号码是写韩国的手机号码 010打头的 用户名输入后 右边的重复确认要点一下 如果已经有同样的用户名的话 我们再加个数字 把它区分开来 信息确认无误以后 就点右下角的加入会员 加入成功以后 重新更新一下网页 我们再次登录login 在会员login界面 我们输入ID和平民本号密码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看网站了 看一下凯特平时最常看的地方 首先是网站的右下角这边的攻击撒行 就是网站通知 所有的考试日程安排都在这边显示的 右上角是sitemap网站地图 和mypage我的页面 这两个我经常使用 我个人更喜欢从网站地图来查询资料 因为我觉得这样看比较一目了然 第一列就是社会统合项目 第二列是国际婚姻项目 第三列是初期适应项目 第四列就是mypage我的页面 然后往下拉 第五个是通知栏 里面第二行杂溜喜资料室 里面有历年考题的样本 虽然不多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还有就是FAQ和Q&A 也比较常用的 别人在问的问题 也许也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起来一起看 除了在网站地图页面查看以外 首页面也有三辉通和program 就是我箭头处的地方 进去查询资料 第一栏进去以后是KIP的介绍 上面写着toeep3gi 就是导言引导的导 我的另一个视频KIP是什么 一次讲清理 包含了以下内容 然后点击第二栏 quadammeisusigan 课程的安排与时间 上面很清楚地写了 从零阶段到五阶段的课时安排 如果还不清楚的朋友们 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表格 对自己的学习进度进行一个安排 我们点击第三栏 新称子儿岔 申请的流程 这里就开始讲KIP课程是怎么申请的了 一步一步我们看一下 首先你要打开右边红色圈圈的地方 这是申请方法 进入后是一个PDF文件 需要下载到你的电脑 然后自己再看 里面课程申请的每一步都显示了 非常的直观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一步是从主页面上找到login 登录进去 输入账户名ID和账户密码 怎么注册会员前边已经讲过了 好我们找到第四个方块 夸增新层 课程申请我们点击进去 这个是课程列表 上面有课程的地址时间和阶段名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上课老师的名字 就是图片中右下角2那个地方 然后会跳出一个对话框 你就按夸给确认 一的地方是申请人数 刚刚申请的时候看到是五分之一 五个位置里边只有一个人申请 但是等我们申请的时候出现了五分之五 就是五个位置里边已经有五个人申请掉了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紧张 也不要退出页面 直接按2那个地方 第二个星层 它的意思就是后补申请 万一有人突然不参加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 通常课程申请的时间是周六的早上9点钟 社统的老师一直提醒我们 最好提前到PC房去抢课 这真的是一个拼网术和拼手快的操作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事前评价 但是听同学们说 事前评价也是基本上这个流程的 第八步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是后补申请的确认按钮 第九步是说 如果课程人数没有买 但是课程已经开始上课了 我们的申请会被当场拒绝的 第十步是申请状态的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成功申请了 右边是一个状态的信息 到底是申请成功还是后补 右边都会显示的 如果你是后补状态 请多留意自己的手机短信 还有就是课程开始前多登录网站 看一下MyPage那边的状态变更 以上的十个步骤就是课程申请的详解 如果有的朋友们只是想对KIP社同网站的注册 和课程如何申请 想了解这些内容的话 看到这里你就可以下课了 因为下面的部分呢 是我对KIP社同网站的一些功能进行简单的介绍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 离开前请记得给我一个大拇指 也请您多多分享我的视频给需要了解KIP课程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开始看回基本素养评价这个页面 这里主要是介绍考题的分布和时间 还有考试的形式 进入下一栏 讲师和教材 这里介绍了KIP讲师的任教之字 红色标记的地方是我们现在运用的教材名字 大家可以根据准确的书名去购书 这里的基增基准是教育设施的安全性 教育场所的环境等这些标准 这些与我们课程无关 可以直接忽略 这里是全韩国的KIP上课的指定学校 学校属于哪块区域 它的电话和地址都有 可以按照我们所在区域进行查询 这里是相关联的课程 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topic的等级 相关的KIP课程是哪些 以前如果有topic成绩的话 可以换KIP课程 现在政策变化了 如果你有疑问 请打1345电话咨询 这个菜单栏进去看到的是 永住权的申请和国籍申请的指南 每年的政策都在变化 如果要申请以前 请打法务部的1345免费咨询热线 他们会根据你的大致情况 把最新的政策发到你的email信箱里 这里进去是课程阶段的分配 我没有用过这个页面 如果有了解的朋友 记得在视频下方评论来告诉我们 这里点进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跨增新层课程申请了 具体的十个步骤申请 我们前边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这里不再重复 这个菜单栏进去是评价申请 在我们读课程以前 先要进行事前评价 得知自己的水平以后 他们会分班 这个评价的申请就是要进行一场考试 红色圈出来的地方就是考试申请的路口 这里再强调一下 课程申请是在我们社统的 这个Socinet网站上进行申请的 考试申请是在另一个网站上申请的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我的KIIP是什么 那个视频里面具体解释了两个网站的区别 大家如果有不明白可以去看回一下 现在进入的这个页面是国际婚姻项目页面 因为我已经上过这个课了 所以他直接拒绝我 旁边这一栏是基础适应项目 是针对刚刚来韩国的朋友 初期适应的一个项目培训 如果你是刚来韩国的结婚移民者的话 就是拿F6的签证的话 我建议你去上国际婚姻项目 那个项目是参加几个小时的课程以后 可以换多一年的签证时间 但课程必须是夫妻双方一起参加 这里看到的是儿立马当通知栏 圈出来的地方都是我经常使用的项目 第一个攻击撒行通知就是在主页面右下角那个地方 只不过进去的路径不一样 内容是一样的 第二个第三个是资料室和Q&A FAQ这些 这里我又要强调一下了 主页面右下角的通知旁边有个加号 打开全部进去后看到了各种通知都是有关我们KIP的 但细分的话你会看到有的是KIP老师招聘的通知 或者是营运机关修管的通知 所以这里我建议你最好用图片翻译软件 一个个看 我之前发布的2021年信息都是从这里看到的 有的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你发的东西我没有看见 那是因为你没有打开下面的PDF文件 请朋友们一定要把红色这里我圈出来的部分打开 下载到你的电脑里就能看到完整的信息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今天视频的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My Page我的页面 很多人问我KIP的成绩是不是两年有效 在这里我统一回答一下 到今天为止 KIP的成绩是一直有效的 并且这个成绩与我们上课的记录 都可以在My Page我的页面里查询到 我的主页可以从主页右上角红色标记的地方进入 也可以从网站地图里边的My Page进入 在里面可以看到我第一次参加结婚移民课程是什么时候 然后下面是每个阶段上课的记录 因为我只上过KIP五阶段与六阶段的课 所以呢零阶段到四阶段是没有记录的 只有五阶段的考试记录与成绩 好了以上就是KIP社同网站的详解操作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观看到最后 谢谢你们的支持再见